今天是母亲节 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 为我国所有的妈妈送上祝贺 陛下除了祝愿全天下的妈妈们 母亲节快乐 也感谢元首后拉着查理苏菲亚 为养育孩子牺牲了很多 此外我国多名政治领袖 也纷纷在社交媒体贴文 感谢母亲无私的付出和贡献 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 在官方专业上载一张 和元首后拉着查理苏菲亚的合照 祝愿所有当了妈妈的女性 母亲节快乐 陛下也感谢真主 赐了一位爱护孩子的母亲给她 妻子在养育孩子长大过程中 不只倾助母爱也牺牲了很多 行动党全国主席林冠英 也在社交媒体上传了 和父母共进早餐的照片 祝林妈妈母亲节快乐 林冠英更形容母亲是上帝赐予的最伟大礼物 在这个温馨日子 马华总会长拿都斯里为家祥通过脸书发文 感性写到母亲给予的爱和温暖何等珍贵 提醒大家要温柔对待母亲 同时不忘感谢太太和母亲辛苦付出 副首相拿都斯里法迪拉也表明 母爱是最伟大的 给了孩子生命并且无条件牺牲一切 大家要珍惜还在身边的母亲 清体部长杨巧双则写道 妈妈们用双手和爱建立家庭 这也是为建设强大国家而贡献的力量 教育部长法迪娜认为母亲是最特殊的存在 他们的付出和牺牲是不可估量的 只有上仓才能奖赏他们 祝愿天下母亲节日快乐 祝愿天下母亲